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景点是巴蒂亚的老虎园 老虎园里面可供参观的老虎氛围 大虎 中虎 小虎及幼幼虎 并且都可以购买门票跟老虎做近距离的接触 当中除了幼幼虎必须现场购票外 其余都可以先行上旅游网站购买 票价都会比现场购买便宜50泰铢左右 我这次就是先在网站上购买大虎的票券 到场后直接拿购买凭证向工作人员换领票券即可 当日大多都是印度游客居多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幼幼虎 大部分在笼内的老虎多是橙虎 难得有这机会可以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老虎 因此对于呆惠能与大虎的亲密接触就更加期待了 接下来我就走到大虎的接触区 工作人员会先确认你的手环为大虎票券 工作人员会先确认你的手环为大虎票券 什么样的怪物资"-带子 我也不必要,那些素环 不必再按照应 是 不必要的东西可以先寄放在入口处的寄物柜中 我也只带着摄影进入内 所以除非必要 不然是不用花钱跟原方购买照相需求的 进去后工作人员就带领我进入大火的龙内 每个人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近距离接触老虎 工作人员指示我可以轻抚大虎的后背 感觉这触感基本跟狗皮似乎也没啥两样 这时大虎突然起身似乎不是很开心 毕竟我也是立下了生死状 赶紧后退让工作人员处理 而我也马上做好夺门而出的准备 毕竟面对的是两百多公斤的猫科动物 另一位工作人员见苗头不对 也马上上前帮忙 此时我还是站远一点好了 工作人员又向我示意可以上前抚摸 而且工作人员还愿意帮我拍摄 真是佛心来的 肚子饿了吗 可别把我当晚餐啊 在工作人员的威慑下 大虎还是很温馴乖乖听话 但其实我还是非常紧张的 工作人员说我可以搓揉它的肚子 这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网络流传的一张老虎原照片 这也是工作人员示意可以搓揉老虎的肚子 结果老虎不开心 用尾巴扫人 所以我还是轻抚老虎 帮它按摩一下就好了 舒服吧 虎大爷 舒服到打哈欠想睡觉了吧 接下来再去另一边近距离看一下另外一只 那这个是老虎的肚子 对我可以摆一下 我们可以摆一下我的肚子 所以我可以摆一下我的肚子 工作人员说 这只是成年宫户 难得可以这样摸摸老虎 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 就禁止摸虎了 所以趁此机会得要多摸一下 留下宝贵的经验 真是漂亮的猫科动物 时间也差不多了 再出去逛一圈 准备继续下一个行程 最后再绕一圈 看一下个龙舍内的老虎 老虎园内还有提供付费的游园车 可以在老虎外放的园区近距离观察老虎 整个老虎园区内都打扫得很干净 也都没有异味 所以参观起来都很舒服 好像大部分的老虎 好像大部分的老虎都因为天气热 所以多躺在地上睡觉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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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来 虎爷 来张特写 对了 怎么从一进圆 都没听过老虎的吼声呢 平常对老虎的印象 只存在于动物园跟影片中 能如此近距离地 接触老虎的机会实在难得 所以老虎猿真的很推荐 有机会一定要来 时间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跟老虎说拜拜 接下来前进到 另一个值得推荐的景点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巴迪亚的大象园 我从老虎园搭计乘车 约150泰铢 距离不是很远 大象园的门票是300泰铢 而且还可以到里面的咖啡厅 兑换想喝的饮料 这会不会太超值了 入口处的柜台有贩售香蕉 如果想喂食大象或小动物 可以先行购买 一进入园区 首先会经过小动物区 这里就都是一些常见的兔子 羊 等等一些小动物 穿过小动物区后 就是大象区了 大象们会先在这 欢迎游客的到来 这边也是可以近距离地 接触大象 与大象互动 另外箭头处这边 也有提供付费 骑乘大象的服务 但我觉得大象 这么有灵质的动物 不应该去骑乘 所以就没参加 前面这头大象一直跟我讨吃的 真是抱歉 我这次真的是两手空空而来 继续往前走 又是一区小动物区 有梅花鹿跟蛇 另一边则是养了许多鹦鹉 顺着指标走 会来到一间咖啡厅 里面可以拿票券兑换饮料 我换了一杯冰美式 原方还很贴心地 给了一个竹编的提栏 给游客可以提着饮料 而咖啡的味道也很香醇 我选了一个在河边的位置 既遮阴待会 又可以欣赏大象杜河级表演 骑乘大象时 园区也有提供专人付费拍照服务 把他们的齐奖 每个人都需要在夜间 只要在夜中 从 wheel竹尔河上 一到处 一到处 吃饭 每个人都其实 但送人 小犹子 以后 水 早上 看来骑乘大象的服务还蛮受欢迎的 工作人员还要一边喂食辛苦工作的大象 像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河岸边悠闲一下午真是不错 大约十几分钟后园区开始广播即将登场的表演 游客也纷纷开始向我这边聚集 无意间我居然站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眼前这位小美女准备了一堆香蕉准备犒劳大象 今天现场也蛮多中国大妈来玩的 另一个小美女几多长的电影 美根队备了一堆东西 直到很多小标志 红队备快乐 cade雅 组织切了 干吗 充公式 小 질문 这次是大朋友小朋友纷纷向前来喂食大虾 来相哥拍张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喂食秀后又有真人舞者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象村真是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园区 CP值超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有五场表演 而这只是其中一段 虽然阵容不是很庞大 但足以看见圆方的用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真的以大象村门票的收入 要维持这些开销 想必应该是非常艰巨 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 我下次还要再来啊 最后就在大象村精彩的表演中 跟大家说拜拜了 by bwd6